BioPao 歡迎大家回來我們的BioPao系 我們第二part要來做的就是EVO的戰前報 戰前報的部分如果光是講一些比賽怎樣怎樣 可能會比較無聊 我們是希望說讓大家在看比賽的時候 可以更融入到那個比賽 對 那要了解的情況下就是你要認識這些人 為什麼我們會講梅園大舞 為什麼我們會講Tokido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專門來介紹一些這些 為什麼這些選手會那麼有名 我們就大概來介紹一下 就像你在看Raw的比賽的時候 你會注意在Faker身上 你會注意在西門身上 你會注意在比爾森身上 那我們也相對的一樣是電競比賽 我們也是注意在這些比較厲害的人 好那我們第一個要來介紹的選手就是我們的 在介紹選手之前先問一下 YOLO你喜歡不要說小向RB 先說國外選手你喜歡誰 國外的選手比較喜歡誰 其實我個人比較欣賞Succo 因為他的一些 他不是很喜歡玩很強的角色 但是他喜歡玩就是 可以表演很多 對難度很高 年紀很難的角色 我覺得我還蠻欣賞他這一點 每次看他的表演都很 每次看他的連段都很有藝術性這樣 那六看 我們很喜歡之前那個 也沒有打出什麼好詞 那個LATIF 因為我覺得他的就是秀操作我一格 他就用骨捨 LATIF人超好笑的 那個時候覺得他的毒的就是吃藥 一直大跳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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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之前上那個 什麼什麼PJSORT那個直播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是直播 就是一直會播一直會播 然後他在上面好像拿到七十幾連勝 然後打到那種比較弱的 他甚至可以用那種 輕腳取笑輕腳取笑去把人家點死 這敢塞太極車 可是我覺得他很酷 因為這樣子那種操作 他今年也有站在 他今年也有站在 真的嗎 而且雷蛇贊助還在 還在 雷蛇贊助還在 我看他還是寫RZR打題 因為我記得他 上次輸給小巷對應他用那個 艾琳娜之後 就沒有出現 就不見了 他今年完全沒有出現 完全沒有出現 我猜可能是那個閉關修鈴 因為被小巷打到那個 衝觸 那是EVO有他 有 他有棒 有 因為他那一次澳洲比賽 被小巷開艾琳娜 一個0比3吧 其實艾琳娜超有力的啊 蹲著墊拳就打不到了 對啊 現在還是打不到 現在打不到了 現在可以了 該了 六趟放心了 對 安心了 屁蛇可以了 沒關係我還沒到那種會需要 還不太需要 那Tommy呢 我的話應該就是TOKIDO吧 因為一樣是玩豪鬼的玩家 我知道要把豪鬼完成這樣是非常困難的東西 因為其實豪鬼在之前 豪鬼其實這角色一直都是幾乎是前五強 最強的角色 都算是強度比較強 然後一直到這代 因為一個延遲起身 把他整個 改弱 弱化 然後否則 之前TOKIDO他有發明很多他自己的套路 叫做TOKIDO4 那個東西 用慧了是很強很強 幾乎可以去玩弄很多 你出去玩 跟別人跳的話 你可以玩弄你的對手 對啊其實 玩豪鬼的學個一兩套起來 但是我說真的練那個動作 我練他動作我練了快兩年 真的 就練那一個 對 就是練他那個 因為他針對每個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時間點 你要做的東西都有很微妙的變化 我光練這個動作 我們這邊那個 TOKIDO後面會介紹 所以後面再讓你發揮一下 那葉子有沒有 對啊這樣好像也 沒關係 我允許你講小象RB 那我只好講小象 二選一你也很為拿 你不然講那個 怕換聽到的智郎 哈哈哈哈 剛學 剛學 因為我剛開始在追國際比賽 也才是這幾個月的事情而已 對啦 所以大家才追了兩三個國際比賽 對啊 剛好今年其實 國際比賽比較多 就跟他們在做 從你開始學 剛好就一直都有什麼SEAM 什麼法國的那個 Standfest 一直在打這樣子 好 那我第一個要介紹的選手 這幾個都沒有講到 我以為 我以為會有人講到他 因為他就是我們的 2D格鬥遊戲之神 我們看一下字卡 我們看一下字卡 有字卡嗎 有字卡嗎 有吧 這就是我們梅圓大五 沒錯 這個玩格鬥遊戲 一定要知道他啦 2D格鬥遊戲之神 然後美國人老外都叫他The Beast 就是怪獸的意思 那職業所屬就是我們 瘋貓 瘋貓就是做搖桿的啦 那戰場角色呢 他最應該說 他最出名的角色就是用龍 然後到Ultra的時候 改用腮翼龍 那特殊事機就是我們背水的逆轉劇 這個相信很多人都有看過 那EVO 2008 就是2009年到2010年 連拿兩次EVO的冠軍 是相當相當不簡單的一件事情 因為那個參賽人數有關係 然後這邊提到金式世界紀錄保持人 就是他是有被金式世界紀錄承認說 他是以電玩作為職業生命最長的 然後就是到現在還在保持中 就是這個紀錄還一直在寫下去 就是以電競作為職業的這個 YOLO有機會超越他 電競職業 年輕就是本錢 他退休我了可能剛起步 YOLO要以他為目標 然後這邊286連勝這個就是傳說了 這就是以前有一個吸血鬼裂的 吸血鬼裂的 我覺得286連勝 魔魚20 重點不是在他贏了多少場 是他的膀胱 對 人家有一桶在裡面 太誇張 你有擦尿管 好那2015年 今年的戰績算 我覺得他今年算是 因為他去年其實EVO還沒到32強 是淘汰 算是一個低潮 因為他剛換Cylo 可是他今年就算是 破檢而出了 從加拿大杯NCR TOMANGA一直到STANDFEST 都是最近的 而且都是拿冠軍 算是一個再起 我覺得是一個傳說 基本上是公認的 我覺得他應該不用多說 他的成績好或壞 我覺得 都已經其次了 基本上他只要比賽有他出現 我覺得大家就是會很尊重這個人 有沒有那麼誇張 我們來看影片 這次就是最經典的 我們會不會的 快死吧 我們的坑 對我們的內緣大無敵 對手是 JUSTING WOW JUSTING 每次都只要玩快 我最後有人貼這個影片說 問我有沒有看過 看然後不想再看 快變起來 JUSTING JUSTING 這個超難 這個操男是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說不是這個擱檔男 男是男在他去打感應台 他們在旁邊一直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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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搖 對他有搖 他有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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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還是麻煩 超厲害 超難的 老外超嗨 對不對 你看他們打感應台一整一整 所以坐在旁邊 然後你在做擱檔 因為他有節奏嘛對不對 然後他就一直這樣干擾你的節奏 我一直很感動 你會看到傑斯英旺整個很快要起來 你一直在那邊搖 對 就差沒有直接撞他而已 他影響梅園在做那個B 我覺得男是男在這個中間 而且那個我記得就是冠軍 沒有沒有那個不是冠軍 他還不是冠軍賽 還不是 只是他遇到傑斯汀王 是那個時候民國冠軍 EVO2006年 超久以前了 梅園是不是有很多這種殘血然後逆轉的 超多 我們還有一部 我們可以再繼續看 下一部是那個Choco做的 虎祖是我們的 虎祖是我們的小子 每一次梅園有精華影片一定有小巷 對 真的真的真的 日本人都說要感謝小巷 對 又出現了就是我們精華製造機 Gamerby 哈哈哈哈 哇這個我記得是魂之森龍 沒有這個不是魂之森龍 這個不是魂之森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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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魂之森龍 這是2012的主流 其實魂之森龍 打得還是很好啊 他其實小巷已經打得很好 我這邊感覺就是要贏了啊 對啊我那時候看我就想說要贏了 對啊 贏了贏了 你看贏了 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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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就知道要贏了 小巷中腳已經練到就是用腳毛碰到的 哈哈哈哈 輸腳了 哈哈哈哈 距離抓超好 沒有 RB有嗎 這個 取一個 取一個小巷的高牌成名器 哈哈 這邊凹多的擋下來了 哇這個 這是魂之森龍啊 哈哈 我們要贏啊 對贏了吧 贏了吧 這種血量贏了吧 贏了吧 而且又關角落對不對 好不會 贏了吧 好帥一下 欸怎麼血好像有點少 哇死了 哇 哈哈哈 嚇了 炸了 所以小巷第一次感覺是沒解摔 然後第二次就想要解一下好像 然後被 這邊被打 這邊要可以注意的就是後面觀眾都很有意思 哈哈 其實梅元 梅元強輪 他那個氣功發的是很好 所以就叫 五妹哈多 他跟梅元森龍 也有這樣子 欸 欸 欸 好吧 這個摔還給他 欸 好這邊又是一個 森龍太客氣啊 魂 魂 魂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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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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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又出這些小巷後面來 搞不好他就坐在那個位置 小巷是打人跑啊 他其實前面都打得很好他打暈了耶 這個內容是打得非常好 哇 炸聯隊 炸爆了 超穩的 你是一個做捷運做作戰的表情 覺得他要做錯啦 覺得他要做錯啦 這邊真的是魂之生 小巷不知道他要魂之生 奧哥 哇 他這個是那種很趕出耶 他其實都是中的耶 對啊 而且從這邊上去你 你會不會打到後悔的 沒辦法過耶 小巷這邊也就是快要贏快要贏 他們倆都會玩過很多 但Gamer 人們都知道2010 他們有很多 YouTube viewers 這些二人都會上去 5HK叫薯拉梯 那是你講的喔 薯拉梯你不能吃嗎 今天就是小巷RB不在各種爆料嗎 我都是直接往前衝打 其實那個T是RB把他取 對 他RB取 他說那個T叫小巷薯拉梯 小巷薯拉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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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生命中 哇 要走過 要走過 他在那邊 超可惜的 這邊就是槍一下 對啊 他走過 有事嗎 有事嗎 有怪又超有技 有事嗎 他現在是小巷 小巷進去 還沒結束 小巷現在是領平的 哇 其實他這邊還是打很好啊 每一個人家的隊伍都沒有得逞 對啊 這邊沒圓進角落 這個怎麼看小巷都贏了吧 我們今天就是要贏了吧 贏了啦 贏了啦 對啊 對嘛 他真的贏了 他真的贏了 他以為了嗎 我以為 你以為又要輸了 我以為又要輸了 嚇我一跳啦 給我打都贏啦 我跟妳講 其實我們YOLO 好像Super的時候 有跟梅圓現場打 有FP 最後比數十比零 二就是十比二 十比二 十比二 還不錯啦 大部分都有拿燈子 十比二感覺還蠻殘 但是其實都有亮燈 好就是梅圓退空 這邊凹一個梅圓生龍 好恐怖 梅圓使用小巷 前面都關一個梅圓就對了 前面都關一個梅圓就對了 打到這邊小巷的 後來是沒問題 而且這反應超快 這個超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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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夠扯 因為我下角是大口 大口啊 真的耶 我認得那個梅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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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自己這樣做一定會相差 一定會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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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來來來 小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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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太過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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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巷這時候都還很冷氣 他今天OK你看 然後他也 是壓第一次 你看又是小巷來 喔 太膚脹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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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盟跟你猜拳 擺盟跟你猜拳 老外嗑藥 老外嗑藥 真的感覺就是嗑了藥 一些大麻之類的 可能這麼沒打快打 七碗你剛剛人那麼多 就跑過來了 在外面聞一聞之後就進來了 哈哈 哈個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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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阿梅圓不是日本的人嗎 他們老外幹嘛那麼興奮 你們老外也都很喜歡 老外也都很喜歡 因為他們 雖然說他們會幫美國人加油 或是幫比較沒有名氣的加油 可是 梅圓大舞在所有玩 格鬥遊戲的玩家的心中 他就已經是尬 神 神 合鬥之神 空在那邊了 所以大家都很活佛 大家都很珍惜他 現在的所有每一場比賽 因為他其實年紀也大概 三十 三 三十二三十三 那也還好 那也還好啊 他應該還可以再打個四五年 沒有什麼問題 快打 快打直接選手沒有什麼年紀的那個吧 應該沒有吧 YOLO都在打 哈哈 YOLO跟我年輕 年輕年輕 哈哈哈哈 年輕嗎 講話好像四十歲一樣 咻 YOLO髮線都越來越高 哈哈 人髮線要來高 哈哈哈哈 我只是額頭高 我只是額頭高 看一下 tag一下我只是額頭高 我們不是禿頭嗎 tag好不好 等一下等一下 tag一下 是不是 沒有禿頭啊 我不是額頭高 可阿B又不敢這樣 阿B又不敢 阿B第一個禮拜 阿B是這樣了 第二個禮拜戴帽子來 他是戴帽子來的 我還是不戴帽子的 我跟你講 我沒有禿頭啊 阿B 我覺得等他們 等阿B回來 你們兩個要來上節目 阿B 然後記錄一下 法線之戰 法線之戰 那邊畫一條線 有沒有看到 哈哈哈哈 好啦 真的是他們兩個不在 狂講那麼壞話 好那個 梅園大吳其實 真的要講他的話 可以花一整集的節目去講 因為他不管是出什麼 還好 他就是一個傳奇性的 他還有漫畫 對啊 他最近出了漫畫 我是覺得等到我們 以後節目沒素材的時候 我把這個神鼠牌拿來 哈哈哈哈 一整集來講他是不是 真的可以一整集 專題介紹 還可以把他的書 拿起來念 你有沒有 好 那我們來 進下一位的字卡 下一位選手 他一樣是我們的日本人 Toki To 稱號叫Murder Face 也就是我們的殺人臉 這是老外給他取的 格鬥武神之一 然後兵長呢 就是因為他的髮型 跟那個 他去年剪得跟兵長一模一樣 對 對 我們那個晉級的巨人 那個李賓盧 然後他跟 梅圓大武士 同一間公司 瘋貓 然後擅長的角色 就是我們的好鬼啦 那特殊司機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他是東京大學畢業 然後我記得他研究所 是念了一兩年之後放棄 因為他覺得這個不是他要的 因為是研究老師沒有那個熱情 對對對他有寫 那再來就是真人瞬意殺 我們有影片 然後2015年戰績 他其實今年戰績 就是都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都拿亞軍這樣子 演藝擔當者是什麼 演藝擔當者 因為他的臉很有戲 你看這個就很有戲啊 所以他 就是介紹他出場的時候 他就這樣子 對那個鏡頭比 這樣 然後就走掉 這樣子 職業選手裡面 最有戲 對 他的臉真的最有戲 然後不管是臉還是動作 這都蠻有戲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第一個影片 這邊就還好啊 不是很有戲 這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他在 泰國的 對泰國神 對卡通諸卡的精彩 我覺得這場比賽蠻精彩的 可以點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個對決到現在 之前是一面倒的認為 雲有力 雲非常有力 非常有力 對對對 但是到現在日本已經很多人在評說 這個對決到現在已經是豪鬼有力了 啊真的嗎 我就說豪鬼有力嗎 沒有 我是不是兩年前就說過啊 純粹是 Tokido有力 我也這麼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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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豪鬼要玩到 我覺得要把 現在豪鬼的操作難度會比以前更高了 真的 因為 因為他不像以前是做了 練了兩年那個套路現在不能用 很多東西都要整個要重練 然後是 難度會變得更高 所以有東西更多 但相對的豪鬼變得很強 哇這個連段超大段很難 超難的 這超難 而且具體還有剛好 有極限 這個很極限 然後這個 連續兩次躲了 然後就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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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頂上對決 頂上對決 頂上對決 的冠軍 我覺得那個非常厲害 對 那個還蠻長的 因為我記得是搶 搶7還搶10 好像有20分鐘 搶7 搶7吧 如果大家去那個YouTube搜尋會看到 那個蠻長的 不過還蠻精彩的 那個真的蠻精彩的 然後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他 除了東大森的身份之外 那就是他的臉 永遠都是那樣子 眉頭伸鎖 對 然後很認真好像要把 對方殺掉 頂上 眼白一定要比那個露出 眼白要比眼黑多 然後眼睛永遠都上掉 這樣 對 看他比賽就蠻好玩的 而且感受到他是真的很認真 他很厲害 因為他會去開發很多套路出來 而且他一次還有玩很多個遊戲 他除了快捲攻 對 他玩KOF 然後還有 D.O.A D.O.A也有 鐵圈好像也有 鐵圈我就沒印象 我也很忘了 反正就是 那時候小象跟他打一樣的主意 他也是想說我每一個都去比一下 他每一個都有TOYEDO 然後每一個最後都遇到TOYEDO 超厲害 那TOYEDO他其實KOF也蠻強的 他今年其實KOF有拿兩個冠軍 只是因為 大家知道 SMK這個公司 就 我就不多說了 不多說了 我們直接看TOYEDO 真人孫玉莎 我們來看看 這個 好鬼的大絕就是孫玉莎 酷主是什麼 酷主就是 酷主這其實應該不是一個很有名的玩家 對 就美國一個算還OK的玩家 對 不是什麼特別強的玩家 但是他就是酷主 對 因為 因為這件事情讓TOYEDO有衣服可以賣 因為這件事情 真的 對 因為他的招牌都做了 我覺得TOYEDO這邊已經在埋梗了 你知道嗎 真的 他在埋梗 他在埋梗 對阿你看你看 他在埋梗 他在埋梗 他就是要 下一個人 他就是要抓到頭 他第一個人也第一個人在等他 還不生龍 還不生龍 哈哈哈哈 他一個人覺得這場好像沒什麼特別的吧 對阿 對阿 對阿看到第二個燈才知道 而且這個好像是加拿大的比賽 沒記憶的話 然後那個 其實他這個有比較好的畫質的影片 就是那個 直接抓比賽畫面 可是我選這個影片 我選這個影片是因為後面接下來的副片 對 對 好這邊看到Ibuki其實 開頭還是錯 Ibuki Ibuki好像會了 對啊 看起來有洛克胖的影片 這影片是洛克胖的嗎 這影片是洛克胖的嗎 有幾個洛克胖 變單位 又要變單位 好這邊 阿修我閃空阻掉 我覺得他在急他的怒氣 對啊 好 後摔 好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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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有啦 脫衣服了他要脫衣服了 不是脫衣服 真的真的 天 超有戲啦 超有戲啦 而且他每次都眉頭伸手 看起來很嚴肅 可是居然幹這種事 做這種事情 而且重點他剛剛那個 其實他的天還沒對著 他歪掉 他不知道我們還知道 歪掉 他對不到 頭已經有點遠 然後所以他之後有出 一件衣服 前面寫Murder Face 後面就是歪掉 還是歪掉 然後那個天外故意給他弄歪 超好笑 完全符合當時的情境 然後 他其實就是 其實他也算是一個 因為我有稍微看過他 一點點他寫的那個書 的中文翻譯 Tommy應該也有看過 他也有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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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是說 他其實比較沒有說 以比賽一定要贏的心態去玩這個遊戲 他說 職業比賽 除了贏之外還有其他東西 就是做效果啦 其實他認為 製造緊張氣氛啦 這些 對他而言最重要是熱情 他說 就是能跟他一樣 以這個職業選手的目標 然後一起投入練習的夥伴 所以他才 支撐他一直 一直會去把這個遊戲練下去 所以他也算是一個 很不錯的職業選手的榜樣 好 那是不是意思 我們再來看第三位職業選手的影片 字卡 不好意思 Marco 這位就是我們的Marco-san 有點搞笑藝人 搞笑藝人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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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戲的一堆 好 他稱號叫Marco2D God 就是我們的2D神 好 為什麼叫Marco-san 就是有一次他喝醉的時候 一直講 跟老外講 I amMarco-san Nice to meet you 喝醉的時候跟老外 一本自我介紹 然後整層都被錄下來 如果我沒找到那個影片 那有機會再找一個 然後一樣也是風貌的選手 然後擅長的角色原本是飛龍 那今年為了要把妹 所以他 哈哈哈哈 這是可以公開講的嗎 可以講嗎 小巷上一次直接在節目 小巷在講 反正中文都聽不懂 然後特殊日記呢 這邊要講一下就是 他其實原本是韓國人 喔 他一直到2011 2012年吧 還是拿韓國護照 然後結果護照掉了 這件事情才被發現 就是在美國的時候 去EVO的時候掉了 然後結果 他原本要先 美國的CEO要比賽 比完然後回來 然後再去EVO 結果這段時間 因為護照掉了 沒辦法回日本 然後護照掉了 然後被 他去重新申請護照 去韓國那個 理事館 對 就被人家發現說他不是日本 這樣子 然後 他去住誰家 你知道嗎 Justin Justin就專門在 收留人 中毒之家 格鬥家 格鬥玩家 中毒之家 中毒之家 然後DJ2D神 這個我們等一下有影片 可是 我們這樣虧虧虧啊 他今年的表現 算也很不錯 哇 他成績了 他沒資歷 他沒資歷不有份 他是大概成績了兩年吧 我看 他成績了將近快兩年 因為 他原本是玩飛龍 結果那個斧頭玩得比較好 不得已 不過其實內戰還是 Marco比較強的樣子 對 內戰 其他 撇開內戰沒辦法 對啊 那些人的話也是斧頭比較好 對 成績還是斧頭比較好 因為其實 斧頭會玩飛龍 也是因為Marco的印象 對 也是Marco教他的 對 所以今年我覺得 玩羊算是一個契機 對他來講 也是一個 剛好也是讓他 有更進一步的那個 今年羊年嗎 羊 羊年嗎 厲害厲害 不錯 有梗 這個位子 下禮拜你還不錯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 幻影症在線的影片 這也是泰國盃 這也是聰明有去參加的比賽 聰明有去參加 聰明不是站在肚子那邊嗎 沒有沒有這已經是第六天了 這已經是去你們去拉了 上廁所 沒有 去拉了 比王我們才去吃路邊 每次看似播都是看聰明 他還可以戴在肚子旁邊 那邊比較涼 我們那個位子萬中選一 其實Marco很厲害 我覺得他堅持 這個其實羊一直被大家認為是禍獄 因為他的攻擊太弱 攻擊太弱 那一套連段打下來好像沒打 然後他還是堅持 改掉不玩飛龍之後 改完羊 然後他就開發了很多套路 大家等一下都在這邊可以看到 他很多套路 我覺得是 我認為就是因為他這場比賽 我覺得羊這個角色 其實還是很有錢 很標準 因為他打法是變了很多遍 不像大家想的 好像只是在那邊抓走 對 不是只有螳螂拳 對 沒錯就是 這個很像小開的角色 而且他很少人用的話 進一段也沒有辦法做什麼研究 對啊 就是很難做對策 對 前國際比賽有比較出現 羊就剩下只有Marco 就只有Marco 就只有Marco 就只有他 他比賽看那麼久都沒有演 而且羊有個好處是 他對某些角色其實蠻好傻的 有的角色 就是地面立回 地面立回 地面立回很難 因為他其實也有起身順移 而且他的身龍基本上很難壓 對 非常難壓 所以像好鬼打羊就是很不好打 所以你看比賽打到後來常常 Marco會拿冠軍 基本上有可能冠軍在都是遇到TOKEDO 然後就贏TOKEDO拿冠軍 好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Fudo的節奏其實還不錯 好卡牌 可是就是這個螳螂拳 對這個出來就差很多了 很難確認的 螳螂拳實在感覺不怎麼厲害的 好這邊一直在磨血 這次就很快 沒錯 這個不好切 好再一個中段 過來了 開始了 這磨超多的 我跟你講這個現場大家嗨到爆 你知道嗎 對啊這個大家嗨到爆 對 磨到死欸 這個完全不能動 完全不能動 不能動 你凹生龍還什麼都沒有用 都沒辦法 你就一直在硬 你不直接防200多欸 超誇張的 因為後來YOLO有去再去晃的方式 對 我有去試 可是他有沒有角色限定 好像是有 應該是有吧 有好像是有 因為我有設試其他角色會 是不是可以查得到 但是Fudo是吧 確定不是你 不是 神之手你忘了 神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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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加藤 加藤有什麼 好那我們再看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為什麼 我們會叫Marco搞笑藝人 就是 他其實還 有的時候還蠻搞笑的 我們來看下一個影片 我們來看下一個影片 好那你穿TOKIDO的衣服了 這個就是 慈善杯的那個嗎 對慈善杯 這就是日本TOKIDO跟 日本紅石智慧合作 明明都會辦公大陸的 然後也拍一些影片 都是阿富羅全的 阿富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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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就是viper 他處理掉了 真人版 超有戲 超好笑的 超好戲的 感覺是無聊的 學生拍出的感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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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心理狂太多了吧 超懶 超懶 超級弱 其實我覺得 賣咖啡可以來玩一下 哈哈哈哈 我是外景 是外景 哈哈哈 欸欸欸欸 喔 笑 因為日本紅紅色輝啊 我都猜那邊打 宣導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全身的感覚 這是 要做所謂的叫叫A.D.D 欸欸欸欸欸欸 等一下 優龍王就快學到啦 哈哈哈哈 這邊誰請下 哈哈哈哈 救命啊 救命啊 這邊有人昏倒了 嘴永遠是歪的 舌頭掛在那邊 他怎麼按到滾動炸 做遊戲啊 而且這個背景音樂還在是什麼 那個快打的背景音樂還在 哈哈哈哈 我嘴巴好乾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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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換了 換了 換了真人安妮 D.J.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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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有了不要像 你進去也要做這個 哈哈哈哈哈哈 喔對 你去當兵的時候也要做這個 對啦啦 是喔 有說救命啊救命啊 這邊有人昏倒了 對 哈哈哈哈哈哈哈 快打聽啊 好酷喔 超酷的耶 違和感很重啊 我笑流眼淚了嗎 其實他還有拍第二部啊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找 那些時間關係啊 第二部也滿好 喔快走喔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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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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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得結束了 一時集團中 好專業喔 呃 低近日人公公夫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 然後前面一個很認真的 然後那邊在劍 哈哈哈哈 一瞬 啊 哈哈哈哈 這個太酷了這個 真的很棒喔 真的太酷了 智慧智慧跟日本的那個同胖嘎的合作 對 就是那邊有辦一個慈善杯舞打舞 那所有的門票收入都捐給 當天好像收了大概一百六十幾萬吧 日幣的慈善用途 那就是給紅石智慧做慈善用 為什麼我們台灣都只辦那匪魚罐頭啊 沒辦法 我們就... 沒有入場費嘛 沒有啦 入場嘛 就是可以辦個RO杯啦 那個參加費用全部都給我這樣 好 其實我們這邊呼籲那個紅石智慧 也可以考慮跟賣咖啡來合作 合作一下 合作一下 好 那... 你不用戴頭髮 直接上一堂 直接上一堂 不要 那Marco還要戴夾帽 不用了 不用了 是 好 那 今天就要進入到我們最後一位選手 因為 其實我們 EVO值得看的選手還有很多很多 對 那可是因為礙於那個節目片段的關係 對 所以算是一個比較個人的實行 覺得比較有戲的 對 我發現都是挑有戲的 這個實力可能是其次 實力是其次嗎 實力很強耶 實力也很強啦 但是就是最近變得比較有戲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位選手 開始走邪心路線 Pungo 就是我們的Pungo啦 那是我們今天介紹的四位選手 唯一一位韓國 真的韓國籍 那剛才Marco其實他已經在去年規劃日本籍 他已經算規劃日本籍 那 所以Pungo算是我今天介紹唯一一位韓國選手 然後 他稱號The Machine 意思就是說他跟機器人一樣 他的連段都不會掉 連段都不會掉 那紅牛為什麼 我們等一下來解釋 他其實很好玩 他真的很像一個小災難 對 他其實就像小的路德 就像小災難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們都在泰國 然後我們去check-in之後下來 發現他一個人站在那邊 然後沒人理他 站在哪邊 站在那個大廳 飯店的lobby那邊 然後站在那邊理他 然後就東張西望 然後我們看一看他 然後就沒 也不想跟他打到我們這場 哈哈哈哈 台灣的時候也是這樣啊 對 銀博就跟大家超聊得開 然後胖哥就一個人 就比較沒有在social 他比較 他比較 真的標準俠吧 不社會化啦 不社會化啦 nerd 比較不會說 但是你別看他 有在用功 他日文現在也會講 他現在日文好 那為什麼因為那天後來 我們在吃飯 我跟小巷坐在那邊 小巷在吃飯 結果他跑過來跟小巷聊天 是用日文在跟小巷聊天 我真的想說奇怪 有時候一個韓國 一個台灣人 結果有用日文怎麼說 對啊 是嗎 有事咧 你知道胖哥為什麼會學日文嗎 該不會也是把妹吧 不是不是不是 你想想看他的個性量 他為什麼會學日文 噢 約動嗎 對 因為他喜歡看那些什麼刀劍神域啊 噢 這樣跟Yolo應該蠻好 但是跟我一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Punko的第一個影片 這也是 誒 這太準了 誒 這太準了 是 沒有 這StumpFest 就是Bug 就是他跟Punko 你覺得這個對決的誰好打 你覺得這個對決的誰好打 他會不會好打 他會不會好打 我會找到他 其實也是好鬼啦 因為用錢弄倒就有不可怕 不過現在只能夠無路吧 我現在只能夠無路吧 好 先給一個B 那邊說 比Punko的踩是沒辦法 對 總是Punko的 那邊只能一生乖乖地坦 那邊說到這 沒別的東西先過 那邊說到這 沒別的東西先過 有時候剛剛這麼多打 他可能是御師未來的 都不太厲害 都差得厲害 很多都是用差的 這個角色就是要這樣搶的 對對對 帶UG也那麼少 哇 這個不會是雙P吧 好鬼快昏 沒錯 兩個一 而且打頭 TOKIDO 換白衣 他又生氣了 但我沒記錯這場到最後是TOKIDO贏對不對 對對對 那你短路了換角色 他先輸 後來TOKIDO倒贏一場之後 然後TOKIDO換廚師 然後又輸了 發現不妙 然後就掰了 那就來不及了 這是一個氣勢問題 那導播姐不好意思 第二個影片可以 直接上 他的對手是 應該是公認全世界最強的 真是啊 Smug 不過Smug真的他的打法超好看 超華麗 超超連貫的 聊天室啊 大家都很期待 叫澎我要脫衣服啊 我要脫衣服啊 我先說這個 第一次他們在玩的時候 我說EX SPD 超有意見的 招兵的選手 Smug也招了就好了 不會吧 打王 好可怕喔 應該是中了 為什麼 Smug的臉超好笑 超勇氣的 Smug的臉不嚴肅已經很好笑 Smug的那個老黑臉就已經很有戲了 結果重點是脫衣服還是 還是輸了 還是輸了 哇 太誇張了 然後脫衣服還要尷尬還跟對手握頭 對 最尷尬的是 你還要再把衣服穿回 為什麼脫衣服之前打賭 因為沒有沒有 因為他之前 第一次 第一次 他就是 加拿大比賽的時候 輸了 結果他為了要提升自己的士氣 他就拍臉發現不夠 要氣勢就把衣服脫了 結果脫了之後發現好像有用 贏了 結果後面就開始墊他的招牌 他每次常常就是要脫要脫衣服 他只要一輸就要脫 就脫 他後面每次脫每次 每次脫每次 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今年脫了都沒贏過 都沒贏過 然後這是泰國杯 他不是前面有脫 然後後來打小笑 我們坐在旁邊一直很淡定 我們想說你要不要脫啊 超淡定 結果他就很淡定的輸了 然後後來好像說他不會再脫 他就不脫了 他有說他後來有上推特說 今年EVO他還是會脫 可是萬一如果還是輸了他就不脫了 他就不脫了 然後覺得說這好像有一種魔咒 因為那時候他跟小象打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坐在旁邊嘛 然後我們想說快脫啊 你來脫 你來脫 脫快脫了 我想說他脫的話我跑去旁邊跟他合照 結果我們想奇怪的時候 沒脫欸 有種淡淡的哀傷 然後他就輸了就這樣 失望 失望 那你覺得自己勝算不高吧 因為打小象他的 其實他打小象我覺得雖然是不高 但是還是55欸 其實還是55 應該還是55 就是看你們的態度 其實在今年 我覺得今年的話是胖狗的身體比較高 今年的話 因為改版的一些 改版 沒辦法做套路 沒辦法做一些東西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泰國盃 又是被小象精通的解決 沒有可能是因為旁邊有加油團 有可能 小象超淡定 然後那個胖狗後面就只有另外一位韓國的 就贏 喝酒 然後很好玩的是他們兩個韓國人 照理來說都會幫同樣的選手加油 但是沒有 那時候RB打Nemo的時候 Infiltration在我們這邊 幫RB加油 結果Pongo是在幫Nemo加油 我就想說你們兩個有事嗎 有分歧 有事嗎 有分歧 對 其實他們兩個一開始有人說他們兩個不合 不合 其實我相信最初是不合啦 你還記得他最早來台灣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Pongo跟Infiltration 兩個完全不講話 完全不講話 完全不講話真的 然後我們就想說 有事嗎 有心結 有心結 這兩年好像有傳說他們好像兩個同居吧 哈 同居 同居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實況主 然後好像就是有聽到說 然後剛好就是Infiltration進去打Pongo 把Pongo打死之後聽到Pongo慘叫 結果是在 在後面 聽到說 為什麼你的頻道我聽到Pongo慘叫聲 收音收太好也是個問題 好 那我們今天介紹四個選手 大家在今天晚上收看比賽的時候 有看到的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沒錯 那當然還有很多的選手 那我在實況的時候也會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Ruby也可以脫啊 Ruby也可以脫啊 我脫了那個身材大概跟Pongo差不多 我脫了那個身材大概跟Pongo差不多 就跟他一樣這兩顆槌 有戲有戲 好那我們 先生把Rank就脫了 Pongo他自己直播的時候 每次就是打他打一打不爽 然後把那個網狀的Angry Now貼上去有沒有 現在生氣了 然後把那個鏡頭移上來 然後脫掉衣服 然後丟在旁邊 只讓大家看他頭這樣子 可是他實際上已經脫衣服 那真的很好笑 Ruby不要脫啊 我要你脫一脫 實況拖到尾巴你把他進來 他說啊你是不會開冷氣是不是 那你電風是不開喔 那去玩耍說 你不懂啦 我現在覺得打快打的都怪怪的 現在這個圈子都會越來越奇怪 難怪又一直沒什麼人進去 越來越奇怪 勇約真雄你快打玩家過來脫衣服 對對對 後來Angry鬧一下 葉子就靠你了 哈哈哈哈 我覺得你不要把人家趕走這個 哈哈哈哈 好我們下一段要進行的是我們大會模式 那 那個 我們這一次的平台跟前面兩週不太一樣 我們在 我們在 我們有刺卡嗎 沒有OK 那連線帳號 那一樣是大會模式 那等一下會開房 然後讓大家進來 那我們會 謝謝一位一位由今天的來賓上去跟大家做挑戰 好 那我們這一段休息十分鐘 我們十分鐘之後再回來